美国芯片法案出炉 巨额补贴本土芯片业 名为鼓励 实为胁迫 以竞争之名 行遏制公平竞争之实 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 破坏全球自由贸易的秩序 搞限制脱钩 只会损人 害己 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正在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晚我们来关注最近出炉的美国芯片法案 当地时间8月9号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 在签署该法案之后 拜登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我们将在美国投资 我们将在美国取得成功 我们将在美国赢得21世纪的经济竞争 这样一个芯片法案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 为什么拜登会这样信心满满地说出这样一番话 他想要赢得的所谓竞争是什么 而这样一项法案对于全球的芯片产业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为了这些市场关注的话题 今天我们和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 我们请到的一位是商务部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 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 欢迎两位 首先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这样一个芯片法案出炉之后 美国的资本市场第一时间给出了怎样的反应 拜登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内容包括 拨款527亿美元用于半导体研发制造以及劳动力发展 在美建立芯片工厂的公司将获得25%的减税 另有约2000亿美元将用于众多相关科研项目等 拜登在法案签字仪式上表示 尽管美国的芯片设计和研发保持领先 但全球只有10%的半导体是在美国本土生产 但是这项旨在提振美国芯片业的新法案 却在市场上被泼了一盆冷水 9号当天 在美国上市的芯片股连续第二个交易日领跌 内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股价下跌3.7% 而此前一天 股价大跌的英伟达再跌4% 股价两天累计跌去10% 不少美国投资者认为 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芯片企业 这并不公平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芯片与科学法案在签署的当天 纽约股市的芯片股出现了一个大跌 这样一个原本是提振美国芯片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法案 大家会很不理解 市场上似乎却并不欢迎 这是为什么 我想这个现象充分反映出现在华尔街 特别是那些机构投资者 对美国未来芯片产业 还有芯片企业发展前景的深深的担忧 其实往前追溯一下 其实特朗普执政的时候 他禁止美国企业出售芯片给中国市场 那已经引得高盛 当时是发出这个预警 他说特朗普政府要为历史性的摧毁 美国的芯片产业承担责任 这一次其实这样的一个芯片法案 它肯定会让美国现在的很多芯片企业左右为难 因为你会发现这些芯片企业 他在未来进行他的设计研发 他的制造 还有他的这种封装测试 他所有环节进行布局和生产的过程当中 经济因素商业考虑已经不是他最优先的原则 相反根据这个法案他要去进行政治上的考量 然后去按照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进行这个产业链和价值链这样的一个合作 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些企业将来会付出很多额外的成本和负担 那么也包括就是你如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话 那你的这个企业将来你的盈利空间怎么样 然后你的未来的成长前景怎么样 这些呢都成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所以你知道这个资本市场呢 实际上他一般要判断你的这个投资价值 我要增加对你的持有 那我是基于对你未来预期 还有呢你的这个利润 你的成长的前景 那现在的这个法案呢 显然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作用 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就是美国的参议院在批准这个法案的过程当中 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对这个法案投了反对票 那这个就反映出呢 其实你知道这些参议员呢 他们非常清楚整个这个行业的这个格局 还有呢美国企业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呢就是他们这个反对票也和华尔街的这个反应呢 我想是一致的 不谋而合 对 夫将觉得市场担忧的都有哪些点 对于华尔街这帮精英来说 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有利可图 那他往里进的比谁都积极 但是如果他看到了未来的明显是个坑或者一个风险 他撤起来也毫不含糊 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芯片股暴跌 就是整个市场对于芯片法案最直接也是最明确的回应 你本来是我发钱啊 我利好本地的这个芯片企业 但是整个市场这种反应 芯片股集体暴跌 那就有点尴尬了 我看了一下在宣布的当天呢 费城半导体指数 直接这个击穿了两个整数关口 跌穿了3000点和2900点 大跌5%左右 而且这一跌就是三天 市场的反应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当前的半导体产业呢 它一方面高度竞争 一方面呢又利益榜地 它一方面高度分散 但一方面又相互依赖 美国就不信这个鞋 我就不承认这种紧密的关系 因为现在的半导体产业的竞争格局 跟上世纪90年代 说美日双雄争霸的时候 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的芯片太复杂了 所以所有的芯片企业 尤其是头部 一定会采取国际分工合作的方式 发挥比较优势 A国它的土地比较充沛 B国的人工成本低 C国呢它的能源很多 帝国它的技术或者说组装 整个产业链比较成熟 那我就分工来协作 实现最大化 而现在呢 美国的这个芯片法案 直接就跟市场多年来 已经探索的非常成熟 非常精细的一条产业链供应链 我就要背道而驰 我就要用一些行政的手段 人工的手段 人为的干预 所以呢 就会未来会导致 整个芯片产业的供需 更加不平衡 我们知道现在的芯片的供需 依然很紧张 我们之前的整个汽车业的 切伏之痛 芯片荒 汽车整个都造好了 就差一块芯片相进去 就可以交货了 我就缺这个芯片 所以未来在这个领域的 工序矛盾 包括芯片业的通胀 我认为还会加剧 刚才短片中 有一个半导体公司的创始人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他也不支持政府 拿税收去补贴芯片行业 作为从业者 放着这么巨额的补贴 他反而不想要 他在权衡的利弊 都会有哪些 你会看到在美国呢 就是半导体行业协会 他们已经做过明确的测算 美国的芯片 各个环节总括下来 如果按十年期 这样一个周期 来进行芯片的生产制造 它的平均成本 要比在亚洲地区 要高30% 这样的一个巨额的 成本的负担 会使得大量的芯片产业 现在布局在东亚地区 另外你会看到 在美国 它的芯片的生产制造效率 也是低于亚洲国家 再考虑到 美国其实 它在这些 附加值 没有像芯片 设计那么高的环节 它这些环节当中 它缺乏竞争力 所以它想要把这些产业 就是细分的环节 都培育起来 并且再有相关的 这些配套 这些产业 上下游的关联配套 难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注意到 其实不仅仅是美国的华尔街人士 对它这样做 那个不看好前景 甚至于连芯片当中的一些资深人士 他们都非常的担忧 就是在美国这样做 我们能做成吗 然后我们真的能把这些芯片的工厂建起来吗 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概要信息 所谓的芯片法案 总共将为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研发 制造和劳动力发展提供527亿美元的资金 那么这么大的一笔钱究竟会怎么花 又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按照芯片法案要求 将成立四支基金 美国芯片基金共500亿美元 美国芯片国防基金共20亿美元 美国芯片国防科技安全和创新基金 共5亿美元 美国芯片劳动力和教育基金 共2亿美元 纽约时报评论说 这项庞大法案 是数十年来 美国政府对产业政策的最重大干预 而这笔钱对美国政府来说 一下拿出来也不容易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 芯片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 使政府预算赤字增加793亿美元 而即便如此 巨额补贴也很难在短时间内 解决美国的心慌问题 事实上 目前美国75%的芯片供应来自东亚 而美国的芯片产量 仅占全球芯片总产量的约10% 短时间内 这样的格局很难被改变 我们看到这个芯片法案将会在未来十年内 让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增加793亿美元 那如果他不顾大家的反对 这个计划实施了对本土的芯片产业 提供了这样巨额的这样一个补贴和支撑的话 美国真的可以拿回它芯片产业的主导权吗 当然想太简单了 张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说我给钱为什么企业还左右为难 但是问题是这样 你给补贴给是给了 但是能补多少呢 业内预计芯片法案提供这500亿美元 也仅仅仅够维持这几大巨头 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的部分工厂的建设 因为在前不久台积电的负责人也出来说 500亿美元真的不是个大数 大家看我一家每年的资本支出有多少 所以说这些钱根本没有办法支撑美国 整个从上游到下游完成整体的补贴和覆盖 也就是说这其中有一些关键的中小企业是拿不到钱 那拿不到钱人家想把这个产业链转移到美国 动力就不足 而且美国也明显低估了半导体行业 整个这个行业的转移和再造的难度 你说我给点钱人就来 但是钱有多少 但是我转移回来的人工土地能源技术 整个产业链这个资本有多少 所有企业它会算一算自己的得失的这个账 而且有研究指出说 美国如果想建立完全自给自足的 全产业链的整个芯片的制造体系 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衰退了 已经陷入了技术性衰退 所以说它拿出500亿美元就都尚且捉襟见肘 它上哪去拿1万亿美元 而相比于它真正需要的这个量 拿出的500亿美元还只是一个零头 所以说它整个这种相对于 它想要实现的那种雄心壮志和所谓的那个格局 目前背水彻心 目前在全球的整个芯片产业的格局中 张老师 美国的芯片产业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 因为我在想它出这样一个法案 表现出来这种急迫心理 是不是因为它也是有它很强的那种危机感 其实美国在这个芯片行业当中 它是占据着高端环节 高附加值的环节 那么在一个这个产业链当中呢 你会看到呢 就是上游最赚钱的是品牌的管理 研发设计 还有呢市场营销 那这些主导权呢 都掌握在美国的这些头部的芯片公司当中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啊 像英特尔 然后呢像高通这样的这个芯片企业等等 那但是呢就是美国的特点呢 就是它在过去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是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 那企业呢 你愿意在哪生产 在哪布局 那是你企业自己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那美国企业呢 它肯定算它的最大利益最大化的这本账 所以呢就是这些芯片企业呢 就把这些高附加值的 油水最高的环节都留在美国 但是呢我把这些制造啊 封装啊测试 这些呢就是应该说比较费力 然后呢这个利润率没那么高 那我就会再选择哪个地方呢 它这个盈利能力好 然后呢这个对公司更有利 那我就在哪里去布局 所以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 但是现在呢美国是 由于呢它在过去 不仅仅是芯片产业 也包括其他的产业 都呈现出这个大量的产业外迁 那它自己现在呢 就是制造业空心化 产业空心化比较严重 所以你会看到 美国现在的制造业 在它整个GDP当中的比重 只有11%左右 那现在依靠这种巨额的补贴 就能改变这样的局面吗 从特朗 从这个奥巴马的美国再制造业计划 到特朗普的脱钩锻链 再到现在美国推出的芯片法案 其实一脉相承 都希望把制造业呢 从海外拉回到美国来 但是呢你会看到 在这个十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制造业在美国GDP当中的占比 始终徘徊在11%这样的一个低水平 而且呢就是劳动力的 这种就业岗位的提供 也差不多是百分之十几 这样的一个比重 所以换简言之呢就是 美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高度服务化和高技术化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体 那么制造业走出去之后 再想回来赴水难收 所以产业链的重建 其实是困难重重的 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美国现在出台这个法案 它的名义上是向中国无件 想打压或者遏制中国 但其实它目前啊 意义在就是三星和台积电 因为它当下现阶段 最大的头号的这个对手 是三星和台积电 但是像这些亚洲企业呢 它不想不愿也不敢 把最好的东西拿到美国去建厂 美国即便有补贴 它也不想去 为什么 因为它知道在美国建厂的成本太高 起码综合成本上涨30%到50% 你给那点补贴能不能覆盖 同时在业内啊 有一个直言不讳的观点 就是美国工人和工程师的纪律性 是非常不符合芯片业的 这个职业的要求的 而且呢 还有一个副作用 我认为它会打草惊蛇 就美国现在开始芯片法案 我要一家独大了 但是全球其他的日韩欧洲 这些主要的芯片市场都会文称而动 我的命门不能一直在你的手里 你要保护自己 那我也要对自己的自主和安全 有一定的作为才可以 因为供应链要重塑了 你要出牌 我得赶紧跟牌 最新的一个反应呢 除了巨额的补贴之外 美国芯片法案里 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就是对中国芯片行业的 粗暴干预和限制 按照这个法案的要求 如果一家芯片企业 领取了美国政府发放的补贴 那么十年之内 都不能在中国投资生产 先进制成芯片 来了解一下 目前在中美两国都设有 半导体厂的企业 包括台积电 三星 海力士等 这些企业如果接受法案的补助 可能限制他们在中国大陆 建造扩大先进制成晶圆厂 而根据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的数据 在美国开设一家新的芯片工厂 所需成本约比亚洲高30%到50%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这种选边站队的做法 使芯片生产企业陷入两难 英特尔就曾大力游说 希望美国不要限制芯片企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说 事实上 这种选边站队在法案还未生效前就已经在发生 比如 此前中芯国际等中国芯片厂商 已经在美国的实体清单上了 而美国新出台的芯片法案相当于把目前的限制 从个别企业拓宽到了整个中国大陆 美国的这个法案宣称旨在提升美科技和芯片业的竞争力 但却对美国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的补贴 推行差异化的产业复制政策 包含一些限制有关企业在华正常投资与经贸活动 和中美正常科技合作的条款 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 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搞限制脱钩只会损人 害己 中国坚持把国家和民主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任何限制打压都阻挡不了中国科技发展和产业进步的步伐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芯片法案 如果说你补贴本土的产业 我们是能够理解的 但你同时要打压其他国家 尤其我们看到对于中国芯片产业的这种限制 可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不齿的行为了 那像美国现在这样等于逼迫企业要选边站的做法 企业最终是只能就范吗 这是一个对企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干扰 而且会严重的影响到企业的商业决策 那其实美国推出这样的一个补贴政策 就是按照咱们法律术语来讲 它是属于一个定向的专门补贴 这种补贴本身是违反WTO的 关于补贴的相关要求的 这是违反WTO原则的一件事 人家有非其事原则 你不能这样 对 然后就是它这样的一种补贴政策 实际上就是 还有就是刚才你所提到的它这些前提条件和这些要求 那就会使得不光是美国的芯片企业 也包括全球其他的芯片企业 在未来的这种投资也好 然后商业布局也好 还有它的市场 这个叫组合 或者说我们的芯片的销售 然后去跟其他的不同的行业去结合去应用 那么所有的这些都会受到干扰和破坏 所以全球的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秩序 就会遭到冲击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很多芯片企业 他们现在也感到非常的困惑 然后也感到非常的难受 因为下一步他们将会迎来更加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然后让它在很多商业决策方面去举步维艰 但是我想它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法案 也对中国是一种倒逼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 其实在芯片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 都有很多企业在积极的投入 那它这种压力就会让我们不断地加大 这个自主创新的投入 还有相关这个力度 对 不管怎样 对于企业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练好自己的内功 但我们其实很困惑的是 美国一方面声称自己是自由市场 它倡导的是自由贸易 但是这一次的芯片法案的出台 显然是对全球自由贸易的规则和秩序的 一种公然的破坏 那这样的一种做法 对于全球的芯片产业和全球的这种产业链的分工 到底会带来多大的损伤和影响 我认为我们先要做好一些负面的准备 我认为这些负面的影响 短期来看很可能是在全球芯片的产能供应上 产能安全上会有一定的影响 未来还是要做好芯片荒 一些汽车 手机 电脑 芯片的这些储备 还是要做好 因为它毕竟短期的迁移工厂 到了以后不能马上开工 所以对整个的生产的计划会有破坏 而中期来看可能对于这种芯片业的技术和人才的交流 会造成一定的阻断 因为它做这种逆全球化的行为 大搞贸易保护主义 所以会有一些本来良性的国际的分工和合作 因此被阻断了 对于整个芯片业的技术的突破 可能也会拖累甚至会阻恶的这样一个趋势 而长远来看可能部分国家 因为它在产能在技术上都被排除在外 所以在芯片业的一些标准的制定上 基本上已经出局了 就不在这个范围内 而这些国家一旦出局 就会丧失进一步往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上去攀升的这种机会 所以说对于整个芯片的法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世界各主要的芯片的生产商也好 各主要的生产地区也好 也要未雨绸缪做好适当的提前的准备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 美国出台的芯片法案 以保护本土产业的名义 公然破坏规则 粗暴打压他国的产业发展 对于芯片企业来说 一方面用高额补贴的胡萝卜进行诱惑 一方面用高举惩罚的大棒进行胁迫 但我们想这种蛮横的做法 是改变不了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全球的芯片业是一个高度分工合作 在自由贸易的规则下 充分竞争形成的市场 网顾这样的事实 违背自由贸易的规则 扭曲正常的市场秩序 不管这个所谓的芯片法案 给美国描绘了怎样的发展前景 最终恐怕都只会是 痴心妄想 竹篮打水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 请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